你好欢迎收看3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推动部落旅游花莲县府 18号上午举行了花莲曼元宿 花莲部落居游的新书记影片发表会 收录了县内13家的园民经营民宿 涵盖了农园、海滨、园民文化、料理等风格 希望集合工艺、小农、乐舞 还有厨师萌等面向 邀请更多民众来到花莲 能够更接地气的观光体验 既园艺百公一、园艺百公二、园农百公 花莲县府为推动部落旅游 18日上午举办花莲曼元宿 花莲部落居游新书记影片发表会 收录县内13家 涵盖农园、海滨、原住民文化、料理等主题特色的原住民经营的民宿 并颁发旅游盟标章给书中报导的13家民宿业者 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 那这其实呢四大族群完整的在花莲做一个体现 不管在人口比例上面或是文化的一个呈现上面 所以那我喜欢不喜欢用所谓的遗产来讲原住民的文化 其实我觉得它是花莲的资产 更重要它其实也是台湾的瑰宝 有机会来到花莲来到部落住一晚 甚至住两晚住三晚三个太阳两个月亮 其实你发现那个感觉更是截然不同 这也是一直我在推广的叫做居游叫做漫游 放下你的脚步放下你的偏见来到部落呢 好好的来做体会 我相信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今天我们所有的13家 我们的这个主人都是最高颜值的 愿意讲到自己的民宿 从一砖一瓦 从一个场景一个布置 乃至于到每一个 我们的这个 家里的装饰或是配件物件 都是精心的挑选 而这个精心都是为 希望来到花莲享受旅游的人 来准备以来预备 旅游盟为花莲宪福福岛 并推动部落旅游相关产业之一 期望结合工艺、小农、乐舞、厨师盟等面向 链接成部落旅游与产业发展的伙伴 收入的13家原住民经营的民宿 类型多元 有泰鲁阁族、阿美族以及台东碑南族等 并邀请世界遗产领队马继康 担任花莲部落大使 此番透过书籍和影片行销花莲 邀请更多民众来花莲能有更接地气的观光体验 记得掌方言花莲师报导